湖南卫视走出了很多著名的娱乐节目主持人,比如说王哈,何久,谢那等人,这些人在圈内都有很好的人员,而且几乎没有飞门曝出,观众们也很喜欢他们辉谐幽默的主持风格。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湖南卫视的主持人都能受到观众喜爱,有一个人救命观众十分反感,吐槽他太做作,简直像一个妖店见货,他就是张大大。 的确,在很多人看来,并不能理解为什么张大大能够一夜爆红,并且在娱乐综艺节目十分发达,而且繁荣在湖南卫视拥有一席之地。 他从我是歌手的经纪人开始被人们认识,但是他却并不是因为唱歌而出名,出名的却是因为他浮夸的表情和令人捉摸不透的言辞。 其实张大大的走红,最应该感谢的人是谢娜,谢娜本身就是一个好脾气的人,对新人都比较友好,乐于提学后辈,张大大便是这样跟着谢娜学习,然后才渐渐开始在湖南卫视发展起来,但是将大大成名之后却一改原样。 公才表示新人不配坐在自己身边,十分膨胀,谢娜看不管她的做法,两人不倒扬镳,从此很少来往,而且张大大在参与节目的过程中,最令人看不惯的就是她的毒舌。 她对过很多明星,可谓是草力之满满,她曾在节目中扬言,王宝强你先不信我弄死你,这样的情商,简直令人堪忧。 不仅如此,众所周知,身高一直以来就是张艺山的机会,很多人也都不会在她面前或者在观众面前提到她的身高,但是在参加节目时,张大大却口无遮拦地吐槽张艺山各自挨,但是张艺山也是直接回队,比你稍微高一点。 现在的张大大已经没有以前那样火了,估计是把人都得罪光了,也没有多少炒作的机会了,但是网友们却对她低情上的行为依旧十分反感,有的网友甚至喊出让张大大滚出娱乐圈,希望张大大能够认清自己,做好本职工作,当一个受到观众喜爱的主持人。 感谢观看